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天清晨,韩国的一名住户像往常一样在家中做家务 突然他听到了一种奇怪的声音 他察觉到这种声音是从阳台上传来的 于是他靠近阳台,小心翼翼地拉开了门 眼前的一幕让他惊呆了 他发现了一只大家伙 乍一看还非常的可爱 护主正奇怪这是一个什么品种的鸟类石 忽然从对方的背后又窜出来一只 他们长着圆圆的大眼睛 棕色的羽毛布满全身 他们目不转睛地盯着护主 护主看着他们萌萌的表情 心中被不速之客惊扰的恐惧瞬间消失不见 看着两只鸟儿的互动 不难判定他们就是一对夫妻 前面的是丈夫 后面的是妻子 护主通过一阵分析和查阅资料后 才知道原来这对夫妻其实是一对红笋 他们是鹰的一种 属于小型的猛情 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都有分布 在韩国也比较常见 到了春季产暖期或者热带地区的旱季 他们会在树木、悬崖等高处筑巢 护主猜想这对夫妻之所以会出现在这里 估计是把阳台上的花盆当作了自己的窝 从而定居了 同时护主考虑到虽然红笋的长相十分可爱 但他们毕竟是一种猛情 于是也不敢轻举妄动 深怕惹恼了这对可爱的小家伙 所以只能把这个花盆无私地奉献出去 然后在他们身旁小心翼翼地观察着 护主给红笋夫妻提供了一个安静的居住环境 这也促使他们二人办成了一件大事 两天后 护主惊讶地发现 花盆里竟然多了六颗蛋 原来他们之所以选择在这里定居 估计也是无奈之举 毕竟孩子马上就要降生 由于时间紧迫 他们无法去搭建一个新的家 只能来到护主的家里寄宿一段时间了 只见红笋夫妇寸步不离地守护着他们的孩子 但为了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 他们总会派出一方去寻找食物 另一方则留下来静静地孵化他们的孩子 这对夫妻很深爱 对于食物的分配问题 总是先为对方着想 不管是妻子还是丈夫外出觅食回来后 都会把食物放到对方的身边 等到对方吃饱后才会考虑自己 红笋夫妻这样的行为深深打动了护主 护主意识到 这对夫妻孵化孩子十分辛苦 于是他特意拿出一些肉块 并将其切成肉条 从而给红笋夫妻加餐 希望他们有充足的体力去孵化宝宝 不得不说 在孵蛋的时候 有人愿意喂自己食物 真的是解决了很多难题 于是 在护主和红笋夫妻的共同努力下 没过多久 小红笋们就破壳而出了 看着自己刚出生的孩子们 红笋夫妻开心的不行 围着孩子团团转 怎么都看不够 孩子的顺利出生 也意味着夫妻俩又要忙碌起来了 因为他们要开始养育孩子了 这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虽然他们还是像以前一样 会派出一方去寻找食物 另一方则留下来陪伴孩子 但唯一不同的是 他们会把寻找到的食物 先分给孩子们吃 等孩子们吃饱了 他们夫妻才会享用 这或许也是所有爸爸妈妈 对孩子无私的爱吧 由于食物充足 小家伙们长得很快 可以说是一天一个样 在阳台上叽叽喳喳的 热闹得不行 护主从来没有想到 在自己的家里 还能出现这样的画面 看着小红笋每天的变化 内心也十分高兴 不过照顾一个宝宝就够费心的了 更别说要同时照顾六个 护主考虑到 红笋妈妈要照顾六个孩子 必然会特别辛苦 于是决定 每天都给他们一家提供一大块鸡肉 这样就可以减轻夫妻俩的不少负担 并且小家伙们 也能够吃得更加干净和健康 护主虽然帮红笋夫妻 分担了一些食物上的烦恼 但还是发现红笋妈妈 有点力不从心 照顾不过来这些小家伙们 由于孩子太多 总会有一个宝宝被红笋妈妈忘记 为了让每只小红笋 都能摄取到充分的营养 于是护主想要单独 给被遗忘的小家伙一点食物 却没想到 红笋妈妈根本不让护主靠近 仿佛是在担心护主会伤害她的孩子们 护主也能理解红笋妈妈的想法 只能期望自己 可以与他们一家人更亲近些 这样就不会让红笋妈妈有所戒备 一周过去了 在爸爸妈妈细心的招聊下 小红笋们都长大了好几倍 身上的绒毛也基本褪去 又过了几天 小家伙们全都变了样 甚至有一点红笋爸爸那威武的模样了 转眼又过去了一个月 完全长大的小红笋们 到了遨游天空的时候了 这一天 红笋妈妈开始教孩子们飞翔 对于没有飞过的小红笋们来说 从十几楼往下看都会害怕 更别说跳出去遨游蓝天了 他们站在窗台边上摇摇晃晃 都渴望自己可以像爸爸妈妈一样自由飞翔 几天后 六只小家伙的羽翼彻底丰满 红笋妈妈也不再给他们提供食物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逼他们 必须自己展开翅膀 飞上蓝天寻找食物 离开妈妈温暖的怀抱 自力更生 这或许就是成长的代价吧 于是小家伙们一个个都开始跃跃欲试 胆子大点的已经开始尝试飞翔 胆子小的就愣在原地不知所措 户主也在偷偷关注着这只红笋 默默地给他加油 希望他能勇敢地飞向蓝天 此时的红笋妈妈已经飞到了远处的房顶上 她静静地盯着孩子们 仿佛是在跟他们说 不要害怕 要学会勇敢 红笋妈妈的鼓励起到了作用 等到第二天 六只小红笋先后都成功起飞 开始在蓝天中翱翔 他们享受着大自然的美好 在房间里 户主注视着在天空中翱翔的红笋一家 回忆着几个月里的一点一滴 对他们的离开十分不舍 就在此时让人感动的一幕出现了 等到孩子们都成功飞走后 红笋妈妈又返回了户主的家中 她站在阳台的栏杆上一直盯着户主 想必是在感谢眼前的这位好心人 感谢他对他们一家的帮助 户主也感受到了来自红笋妈妈的谢意 微笑地向他挥了挥手 做了最后的告别 看着红笋妈妈展翅飞向孩子 户主的内心也满是温暖 在红笋一家离开之后 户主默默地清理着阳台 但是花盆仍旧放在那里 户主等待着来年春天 这对红笋夫妇再一次地光临 万物皆有灵性 人类无法想象到 动物们的善意有多纯粹 也许如果你能给动物一个家 它们则会用一生来感谢和陪伴你